香港演艺圈 张学友、黎明 以及梅艳芳、张国荣等 在许冠杰的面前还略显稚嫩 当别人介绍起他们是香港巨星时 张学友会羞涩、诚恳且慌张地解释 我们在许冠杰面前没有谁是巨星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称作巨星 在那场告别演唱会上 韩永林直呼偶像许冠杰为歌神 张国荣在暂退歌坛后 首次与这位敬畏的老大哥合唱 是什么魅力让这群本就是享誉国际的大明星 甘愿为许冠杰献上自己镜幕的膝盖 真正了解他后才会发现所谓的偶像 大概只有许冠杰才能称为值得追捧的明星吧 许家有四宝、许冠文、许冠武、许冠英、许冠杰 这文武英杰四兄弟在七十八十年代的香港演艺圈 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受父母的影响四兄弟都对文艺事业有着强烈的喜爱 父亲是民国乐师 母亲是专业的歌剧、乐剧演员 这么好的音乐基因在小儿子许冠杰的身上尤为突出 年轻人总是紧跟时代潮流的 受婚外现代流行乐与摇滚乐的影响 许冠杰喜欢上了吉他 也爱上了有节奏感的现代 但是在那个年代 别说是香港的大众了 连父母这样的文艺工作者 都不太能接受新兴的音乐文化 抱着个吉他 留着一头长发 唱着直白的乐语歌曲 这个样子的许冠杰在父母的眼里 甚至有点不务正业 不入流的混混模样 那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期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 听歌也被分为了三六九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位勇士 而对香港乐坛的发展来说 许冠杰正是那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乐语歌曲只是平头百姓 口中吟唱百味生活的小调 只存在于市井之中 除了乐剧和一些民俗乐曲 其他的既入不了流 也可以用上不了台面来形容 在对音乐创作的过程中 推广与发扬乐语歌曲的念头 在许冠杰的心里开始根深蒂固 一个地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文化 1971年已经签约保利金唱片公司的许冠杰 早已发行过几张专辑了 但那一年他要做一个很大的突破 和哥哥许冠文的合力创作下 一首《铁塔凌云》问世了 这首歌以一个香港人的视角 反映出当时香港市民们的生活现状 表达出对香港这片土地的重视 亲切的乐语唱腔和朗朗上口和谐的旋律 瞬间让香港民众对这首歌极具喜爱 这是许冠杰第一首乐语流行歌曲 对他个人而言意义非凡 对香港而言也同样有着特别的意味 《铁塔凌云》在后来被称为香港港歌 成为了香港音乐文化标志性的时代曲 一度被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翻唱 而许冠杰也因此开启了乐语歌曲创作的旅程 1992年许冠杰的父亲因故去世 母亲也突发了交通意外 各种波折下让他感到身心疲惫 那时香港乐坛已经有了不少有实力的后起之秀 张学友、韩永林、陈柏强、张国荣 音乐不仅仅成了风向 也成了歌手们互相博弈的赛场 许冠杰拿过很多奖 他也早已不存在和晚辈们一起比拼 但也厌倦了各种名利的争斗 父母接连发生的意外 加剧了许冠杰想要回归家庭 陪伴家人的想法 当时退出是因为想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因为也从事这个行业很长时间了 有一点疲惫 希望退休以后能和家人经常出去旅行 环游世界 没错 作为香港演艺圈的代表和楷模 许冠杰却完全不属于风流潇洒派 相反 他早早成家 并与心爱的妻子一直厮守 1966年18岁的许冠杰不仅年少有为 一米八的身高和端正俊朗的容貌 堪称少女收割者 一次许冠杰收邀前往尖沙嘴的格兰酒店表演现场 他唱了一首英文歌 台下一位混血女孩被他的歌声打动并深深吸引 这位女孩名为林宝弗莱明 是一个融合菲律宾和美国风味的混血美女 当时林宝刚从菲律宾来到香港度假 要暂住一两个月 他和许冠杰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短暂的相逢竟注定了他们二人一生的陪伴 那自相识后 许冠杰和林宝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恋人 短暂的相处让他们一见如故的感情升温 也许下了终生 但很快林宝就要回美国了 热恋中的小情侣即将面临跨越远洋 时差颠倒的异地恋 因为学业和事业的发展 许冠杰和林宝在几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异地的状态 车马书信慢 一生只够爱一人 几年后 许冠杰终于找到机会带着深深的思念 飞去了美国 一段时间的相处 林宝和许冠杰更加确信了对彼此的爱 回到香港后 我就马上写信给他爸爸表明自己的心意 并正式向他求婚 创作才子用了这个既传统又不是浪漫的方式 郑重而深情地要把自己的女孩娶回家 1971年的跨年前夕 许冠杰携受林宝共赴婚姻殿堂 婚后 许冠杰不受外界花红柳绿的影响 从一而终独爱林宝一人 爱的沐浴下 在1976年和1978年 林宝相继为许冠杰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许怀心和许怀骨 多年扎身在音乐和演艺事业上 许冠杰自知对家人的陪伴是不够的 告别歌坛的最大用意就是在于对家人的重视 她最喜欢的是旅游和潜水 钓鱼 喜欢观赏漂亮的珊瑚 但如果是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去做最喜欢的事 一切都会变得更有意义 今年许冠杰已经74岁高龄了 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 她和妻子林宝也携手走过了50多个年头 爱旅相伴 儿孙绕西一家人三代同堂 许冠杰享有着最幸福最安乐的晚年时光 偶像之所以被称为偶像 不仅仅是因为能得到认可 好的品质才是被一直追捧的关键所在 许冠杰本可以不问世事 关起门来说安详晚年 但即使告别演艺圈这么多年来 她也从未独善其身 2020年72岁的许冠杰采用线上演唱会的方式 为大家再去关心再去鼓励 一个老人一把吉他一把椅子 是她演唱会的全部 宝刀未老的唱功支撑着许冠杰一连唱了一个半小时 她缺钱吗 想重拾关注度吗 当然不是 早在周润发 成龙等著名影星还在奋斗时 许冠杰已经在电影行业 与几位哥哥们打下一片天 她的主演的电影 能够接连夺得年度的冠军票房 影坛巨星双周一成 周润发 周星驰 成龙中 也只有后来周星驰 以六连冠军票房 险破了许冠杰五连的记录 香港第一个在知名的红刊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人是许冠杰 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获得者是许冠杰 从1981年开始成立的香港最权威的音乐奖项金针奖 没有固定的颁奖时间 只带有足够资格的获得者时才颁发 许冠杰在1985年就已经拿过了 作为香港流行乐的鼻祖 作为香港音乐文化发展的推手 也作为众多歌手与艺人的前辈 她总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大家做些什么 一个人的力量说小也小 说大也大 一首歌的力量在一些人的眼里 可能比不上金钱的力量来的实际 但意义不同 在许冠杰的职业生涯中 她一共发行了18张专辑 160多首原创歌曲 上百场演唱会和几十部影视作品 这些数字当然不只是她才有的成绩 肯定有人更甚 但许冠杰的成绩 已经不单单能用艺人这个词来概括 她的歌与她的贡献早已成了一代人 不可磨灭的回忆 张学友说 许冠杰是第一个 把我们这些崇洋看不起本土粤语歌的人 拉了回来 所以真的能到达歌神级别的人只有她了 她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爱许冠杰的才华与能力 爱她对妻子的一心一意 也爱她的一身正气 低调内敛 这样的人才值得真正追 值得人捧 近日许冠杰与哥哥许冠文夫妇 妻子两个儿子 许怀心许怀骨 以及几个孙子 齐聚在家中的花园里开派体 场面相当热闹 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 从许怀心许怀骨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照片可以看到 许冠杰当天的打扮依旧非常强劲 黄眼一看 比穿着圣诞红绿色毛衣的小儿子许怀骨更年轻 早前许冠杰也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 在家中与一众男友 在家里拍音乐派对的短视频 视频中可以发现 许冠杰在家里有一个专业的音乐室 对于热爱音乐的他来说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整个音乐室里面 各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 据了解 目前许冠杰在香港居住的豪宅 位于大浦康乐园东路 是在上个世纪末的1999年购入 整个豪宅住宅面积高达近240平方米 而配套的花园面积更是高达近350平方米 所以花园用来一家人聚会烧烤等 完全是绰绰有余 另外据资料显示 许冠杰在香港还拥有多处物业 在大浦地区 他还握有一套更加富贵 私密度级高的豪华别墅 连带花园在一起超过600平方米 除了在大浦的这两套豪宅之外 他曾经还在2004年购入了另一套洋房 作为儿子的新婚住所 只不过在2013年已经将其售出 不到10年 便赚了近1000万 另外 更值得一提的是 大儿子许怀新 因为他曾在几年前被绝诊患上了膀胱癌 一度被迫停工在医院手术 在家里进行调养 甚至早前媒体还报道 许怀新因为膀胱癌的缘故 身材一度暴跌近30斤 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好在经过医生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 许怀新在接受手术后 癌细胞得到有效控制 早前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痊愈 抗癌成功了 从此前的聚会照片来看 许怀新的抗癌效果确实很出色 照片中的他神态轻松 精神抖擞 完全看不出来是曾经患过癌症的病人 在辣妹的眼中 许冠杰绝对算得上是越火越年轻的典型代表 虽然已经年过70岁 但是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 似乎也越来越潮流 而他也尤其钟爱鲍文 同样他也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视野安详晚年 反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音乐视野 到世界各地开巡回演唱会 相信许冠杰能够永保这样一颗热忱的心 完全是对音乐的无限热爱 希望许冠杰身体健康 当然也祝福他的一大家子 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好 好